这个地方曾经是女孩被霸凌的地方 18年后再次出现在霸凌者的面前 东恩没有丝毫的胆怯 反而在表扬会上为霸凌者拍手叫好 一天前 东恩去拜访了当年殴打自己的班主任 他手捧鲜花来到班主任家门口 不仅如此 他还特意接近了班主任的儿子 当老师想起来他是谁时 瞬间脸色铁青 往事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但此时东恩笑得越灿烂 老师心里发毛 晚上东恩约孙明雾在楼顶见面 孙明雾好奇地问 既然你要报仇 为什么偏偏把我排除在外 东恩表示其他四人都有软肋 而你一无所有 东恩的话让孙明雾恼羞成怒 但东恩毫不畏惧 反而问他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曾经有个女孩因为受不了霸凌 从这里跳下去了 话到这里 孙明雾明显紧张了起来 并说不是我做的 看着孙明雾的样子 东恩感到好笑 其实东恩想表达的是 自己有凶手的线索 通过这件事可以敲诈对方一笔 孙明雾是的缺钱之人 拼了这个立马来了兴趣 随后他将全在郡的头发 递给了东恩 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命已经上了东恩的黑名单 很快来到了和阿姨再次见面的时间 阿姨第二次提供的信息非常劲爆 他拍到了李校长和司机赵秀贤 有龙羊之辟 这封被东恩重新拼凑的遗书的名字 正是铁证 东恩打句说 看来之前在垃圾桶里翻找到的伟哥 并不是用在女人身上 原来持久性和性别是无关的 财阀们果然不走寻常路 保姆听完 校东恩竟然把这种事说得这么严肃 东恩也久违地笑了出来 然而很快就又严肃了起来 因为害怕校多了 就会冲淡自己的仇恨 随后东恩带着这些把柄 找到校长谈判 条件就是让他空降市民小学 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 因为这就是颜真女儿的班级 而校长非常珍惜自己语意 果断答应了东恩的要求 另一边校园暴力的施暴者们 聚集在了沙拉的画展上 此时主谋颜真提到 自己明天要去领一个搞笑的奖项 荣誉校友奖 颁奖场地还是他们的施暴场所体育馆 次日几人纷纷集聚体育馆 东恩像个胜利者一样朝他们走来 施暴者们个个瞪大了眼睛 他们只听说东恩去纺织厂打工 可此时看到光鲜亮丽的东恩 出现在自己面前 非常的吃惊 就在颜真上台领奖时 东恩像风味一样拍手鼓掌叫好 因为他的复仇要开始了